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前学习书法的人很多 但是呢恐怕有些朋友对有关书法的一些问题还搞不太清楚 比如什么是书法 为什么要学习书法 学习书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大家知道 中国汉字发展到现在 已经是有六千年的历史了 从养少文化 到后来的甲骨文 以至于现在的各种维数字 流派很多 种类也不少 大家看 这是甲骨文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的书体 字体 这么多的流派和风格 这是因为 中国汉字本身 蕴含着一种可塑的艺术素质 如 字中笔画有多有少 有书有密 有横有竖 有撇有纳 有点有沟 有独体的 有合体的 有左右的 有上下的 也有高的 也有扁的 有长的 有方的 那真是千字百态 多种多样 不同的人书写 便又形成了不同的形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